嗨 超久不見了 超久沒有拍影片 而且沒有更新我的YouTube 所以今天我想要拍一個主廚的Vogue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在假日的時候 我都會在做一些什麼事 假日的時候 我大概都也都是五六點就起來 然後五六點起來 就會跟大家一樣 就會耍廢啊 然後做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 就是耍廢的一天 所以我大概五六點起來的時候 我會去 先去看我的自己種的香草植物 是不是需要澆水 然後去那邊採收 有時候就會 因為我自己有種生菜 然後有時候採收一些生菜 就可以做一個 早上就會做一個非常簡單的生菜沙拉 那最近剛好呢 我也剛好搬新家 然後也有 我自己小小的工作室 所以呢 我就會 順便介紹一下 我今天一天都在家裡做什麼 那後面這就是我的客廳 然後昨天就是剛好也在 在追奧運 剛好有我最愛的羽球 所以我今天看了蠻晚的 那後面呢 後面這就是我自己的 算是我的工作室 這就是很多就是我會拍影片這邊 影片會用的道具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有很多電器商品 這只是一小部分喔 因為昨天用到蠻晚的 昨天用到十一二點 所以它看起來蠻亂的 然後 不只這邊還有櫃子裡面都是 就是鍋碗瓢粉啊 裡面有進油 然後什麼烤箱啊 這邊還有喔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烤箱啊 攪拌器啊 還有一些我要的特殊調味料 還有這邊就是做那個優格的機器 然後還有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烤箱 另外烤箱就有好幾個烤箱 就有兩個烤箱 然後我的廚房 廚房的道具 什麼也是很多 就是 所以 你知道嗎 只要是當廚師了 就會有這個毛病 就是 最近就是瘋 買餐具啊 買什麼 就是你只要買完 就會 愛不釋手 就會一直買 一直買 就會發現自己家裡的餐具 就會越來越多 那呢 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種的一些香草植物 就是我的小花園 然後去 去 顧一些我的最愛的植物 雖然不是很多 早上起來呢 我就會做一個非常簡單的早餐 然後最近剛好也在研發一些 新鮮的東西 就是我最近研發 就是 這一款是還不錯的 我最近蠻推薦的一個 原味醃漬小雞腿 它非常簡單 就是 最近在 研發的商品 它算是蠻簡單料理的 就是 你只要稍微把它煎一下 然後加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好 好 那我現在 我今天要做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蛋餅 蛋餅呢 我首先呢 就會 先來煎小雞塊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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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我就是把我的高麗菜是已經準備好了 再來還有我煎的小雞塊 那小雞塊我也把它先夾起來 聞聞到熱騰騰而且超香的雞塊喔 就是要把它煎到 就是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就是要煎到兩面就真的非常金黃酥脆 超香的 而且是迷迭香口味的喔 超香 那待會呢我會把 就做一個蛋餅 然後會把這個高麗菜是鋪下去 然後再撒一些我最愛吃的 非常邪惡的乳酪起司 然後把它撒下去 然後捲起來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 蔬菜蛋餅 蔬菜雞肉蛋餅 早餐就是非常 像如果早餐因為有時候要趕著上班 所以早餐大家應該也跟我一樣吧 就是你要趕著上班 所以你的早餐都會希望快速簡單又方便 你光聽到那個煎肉的聲音就覺得很療癒 再來呢我把肉夾起來之後 我會把它稍微切一下 家裡你可以準備給你心愛的人 或是家裡的小朋友吃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 而且又很簡單的一個料理 再來呢就是主角蛋餅囉 在家裡呢你可以選擇你要放油或不放油 但是因為我覺得雞肉還原本就有它自己的油脂 所以我不會再加沙拉油進去 就把它像這樣把蛋餅放進去 把小雞塊把它切小 先嫩嫩絲 你們還是都還可以很接索 鋪上蔬菜 再來把肉也把它放進去 盡量把他放在總圈 因為待會你會把他卷起來 盡量把肉放在中間 就像這樣 把肉先鋪在中間 非常简单的一道料理 最后可以看你个人喜欢 你可以选择加多加少 再来就是把它卷起来 捲起来之后呢我就会盖上盖子 稍微让它焖一下 早上会有一个习惯就是 我在早上其实我一起床的时候 我会习惯就是会先喝一杯新鲜的柠檬水 所以我今天在外面就是采一些 我自己种的一些薄荷 所以我待会就是早上吃蛋饼 然后会配上我的柠檬水加薄荷 把我自己种的新鲜的薄荷放进来 然后把它捣一捣 起司稍微让它焖一下大概十分钟左右 你把火关了 然后让它们一下十分钟左右 让它起司稍微全部都融化汁 那待会就可以来吃咯 今天为大家示范一个非常简单料理的一个 鸡肉蔬菜起司蛋饼 然后还有搭配一根 好喝薄荷檸檬汁 先试试给大家看 看到底好不好吃 哇 有没有看到 还会开心 鸡肉蔬菜起司 因为我觉得 超好就是因为 它鸡肉已经有调味 然后乳酪是有简单的一些咸味 所以我觉得不用再加任何调味料 就已经味道就很棒了 然后希望就有这个早餐呢 简单的早餐 希望你们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一天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咯 拜拜